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在竞选中利用疫情所致 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威信大象 因此把病毒引发的问题甩过中国 目前中国仍将美国视为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向 因此并未对美采取任何限制性措施 本来在美国围绕疫情对中国做出西斯底里反应的情况下 中国完全可拒绝履行中美贸易协议中的一些规定 但中国从未对协议提出疑问并履行相关规定 因此若中国对美国实施制裁的消息是真实 正意味着美国触碰到中国的底线 须知 中国一直在实施克制的外交政策 目前传出中国可能对美国公司或某些个人实施制裁的消息 问题在于 中国将对美国实施何种制裁 卢克宁说 我认为中国最初不会对经济实施制裁 首先会对美国个人实施禁止入境 不会涉及与美国的贸易 卢克宁强调 中国的制裁将具有宣言式的禁止 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公司和公民不会采取反华行动 中国也不会对他们实施限制 中国清楚与美国的关系处于危险中 美国随时可能对华采取额外的限制措施 为此 中国也在考虑应对方案 目前中国正扩大于其他国家的贸易 首先是与东盟 俄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专家弗拉基米尔·巴丘克说 中美关系正在恶化 问题在于 很多美国人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 谁能赢得总统大选 为此他们开始使用所有手段 美政府试图借助侵略性言辞来表明与中国对抗的强硬态度 如此行为却受到某些选民欢迎 尽管此举会对美中关系造成长期影响 但这个趋势会持续 美中冲突将进一步加剧 很显然这会给两国未来关系蒙上阴影 因为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些事情 他们会将此视为对中国的侮辱 病毒危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将是一个最不利的转折点 这将给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道德威信 造成无法弥国的损失 未来无论谁赢得大选 美国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